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節目時間了 Tasty Money 市場不用看了 先放一邊看過股 可以了 跌了12點23361點 教水洗澡也沒那麼準確 現在剛剛好是溫水 不知道是不是煮蛙 總之就是興奮 星期五的小炒王國有唐牛 請出來唐牛早安 早安 多開心 放假一樣 即是怎樣的樣子 雞年一樣 希望不是 現在這樣 市場就不用看了 唐牛在小炒王國的記錄 應該是第一名 這麼厲害嗎 跟星期五的小炒王國有數字 挺好的 所以一來有很多人在報 唐牛 今天看看推介什麼 市場沒什麼樣子看了 23,300 先問 雞年回來是不是 咔咔咔的聲音 是會有得爆發一下呢 你說回來雞年當然要看好了 你這樣說回來 我們上個禮拜前的禮拜都說 是不是都應該要買貨 除了貨 這樣就打中了 是呀我們在買東西 一直都在買貨 現在就看著Tasty 不停在Tasty Facebook我看到那些吸引的 全部都是那些價錢 那些人都會贏了 那些人都會笑 喂你們倆這麼合 一齊一齊做節目 我就在做 然後開始無聊 沒有雞年繼續升 但是你自己心裏面有沒有覺得 去到哪裏 還是跟勢有錢就要炒 這個真是的 真是跟勢 其實Dial的東西我真是不太懂得看 是不是 他都說很坦白的 之前就問他恆子 他就說這些不懂 我都是看過股 還有跟大隊 炒友都是這樣的 每一天都在市場上 當然是跟勢 喂不如給號碼 哎呀真是的 今天有什麼號碼推介 今天想說一隻1979 一隻天保集團 是 這隻就做那些 無線電、充電 那些開關電源 就是工業股 小小的工業股 其實它之前就出了營起的了 其實我今天都寫了 立刻就讀照稿讀了 OK的 他營起就說了全年的盈利 是增長45%至55%的 那計算一下 就是說它2016年 就可以賺到1.8億到1.9億 但其實它中期在說賺7千多萬而已 那你一看就知道 下半年一定是好過上半年了 好幾多呢 那又是經過精密計算 那增加四成半至六成 那就是除了全年 就是Ear on year 有看頭之外 下半年相對上半年也都有增長的 那就是超無窮勁的增長 嗯 那其實再看回它營起的通告呢 其實它那個營利增長呢 因為毛利率上升啊 還有那些銷售啊 就是那些什麼智能充電器啊 那些開關電源產品銷售上升啊 就是全部都是實業的數字來的 就沒有什麼水份的 那真的是真正的 嗯 那其實再看回 你計算一下那些數字 如果假設它 就是 就是 當它真的是賺兩億計吧 其實現在的Cap都是在說 幾多啊 16 16 17億左右 哇 你一說真的升了幾格 撞鬼了 哎呀 這麼嚴重 剛才1.6號4 1.69 是啊 計算一下的數字 其實PE都是單位數 應該9倍 八倍左右 其實你現在這樣增長估計 其實都很划算 還有它有識派的 派得挺好的 是啊 兩盾多的 其實如果你假設管理層 根據EPS去加上派息的 其實今年都有3、4盾 又有增長 其實真的很划算 我覺得這隻 好厲害 幾毫子上 五毫半子 是啊 五毫半子上 是啊 其實看圖 它營起之後反而是跌過 我就喜歡這些 證明是有鴨仔買了 然後要沽貨 就是優太科技嗎? 好像普科技那樣 是 消化完一輪之後又衝上去 其實現在看圖 剛剛就是雙頂位 看看破不破到頂 破到頂就真的應該兩元都沒有就算了 是不是要目標價呢? 是啊 是啊 兩元都是我 因為我也要申報 我在新城有推介過的 魏力在小炒倉 入了倉 他都有推介過 我當時有一次衝上1.73元的高位 然後就倒下來過4元 很多朋友就問 哎呀 怎麼辦 我就說 擺吧 一定會再衝穿1.73元 昨天就衝穿1.75元 那我安心了 是不是? 因為實現了我要說的東西 我都是看兩元左右 因為你是經過精密計算 我想你是計算過數的 兩元左右 但是我就建議大家可能1.95元 給個五格糖牛 是的 給我五格 是的 給我五格糖牛 那就可以早一點點吃 因為每個人都看兩元 就排兩元 幾十米 有排都未沽到 這隻是好東西 想不到的 其實上市的時候 我也有用過他的產品 因為剛好見過他們 他派了一個 我現在家都在用的 是一個三個插頭的大插頭 即有三個USB位 有分iPhone iPad 還有就是Smartphone Smartphone就當你是Android機 三個都非常有效的 你也知道有時三個會搶電 有些會比較差 但是他都挺好的 我可以將來帶回來給大家看看 但那條線就不行 他那個插頭 但那條線就不行 我就問為何那條線差一點 那條線不是他出品的 他說 但那個插頭是他出品的 所以他有個分別在 所以其實都可以當它是另類的 智能手機概念股 其實都可以留意這樣計算 是不是 有多個元素 很多人喜歡加元素進去 是的 我覺得都可以的 始終我都持有 我都是看這個位置 1979給你一說 連觀眾都留意到 剛才1.64元 現在1.69元 升上2%左右 我不會放走糖牛煮 這麼快 因為 都還要再問他 因為很多人跟了他買益果的 拍手 因為益果是賺錢的 非常開心的 但是近期就走到矮欄 但每天升你不要管 慢慢賺 好過急著輸 總之有錢賺就可以了 現在1.04元 他問你會不會上調你的目標的位置 其實如果現在這些位置 目標我之前應該說過是過二 現在1元都在樓上 分斷吃一下 都過年了 那就把錢拿到袋 因為你還是要等 慢慢慢慢上來 都是那句話 不會一個人爆上的 把錢拿到袋子 就怎樣都安全一點 坐得安心一點 是 我早了一點 我9.07元已經吃了一半了 我現在都是等一元樓上 沒有啊 我在這裡放他 讓他飄一下 9.05元 那些錢又不等花了 就讓他飄一下 因為我看到他逐級逐級 每天升一兩格 這樣不錯啊 所以我就由他繼續放在這裡 好 跟唐牛在後年就談到這裡了 好啊 真是新年快 新年是說錯了 新年進步 新年快上都可以 高高高升 找多一點 不是 找多一點 我們D不夠的 是賺大錢 Yeah 真是賺大錢 很低能 不行 撞到唐牛的人立刻 現在呢 全都低能了 我平時不是 我平時腳腳坐的 是啦 就不是這樣 要雞年才再跟唐牛聊天 不放假的 唐牛是嗎 有沒有家房 年中無休 年中無休 哦 聽著他先說 放假你日子睡 那我們雞年再跟唐牛聊天 好 拜拜 今天的推介是1979 很多朋友已經在問 唐牛剛才說什麼號碼 小編已經打出來了 1979 現水平 現在應該是1.69 他看是2元的位置 他看業績等等 這些有個驅動的情況 另外益禍方面 他大約在9.2、9.3的時間 推介給大家 現在1.04元 繼續維持過兒的目標價 都是叫大家在過年之前 吃一點 袋下個袋 今天小炒王的推介 1800 就是中交建 昨天美市都已經建議大家買入 衝進去 中交建現在是9.4 跌0.7% 看看什麼呢 開圖表 看看中交建 其實非常像我之前推介的317 中旋防武 兩個小商頂位於9.5的位置 一個在去年11月29日做出來 另一個在去年11月11日做出來 中交建在昨天有輕微突破 做過去就是9.52的位置 現在上車就對了 沿著十天線上 十天線在9.3.5的位置 我現在已經落著了 為什麼要買基建鐵路相關的股份呢 基建鐵路我自己比較中情 都是中交建的 看到390 以及1186 中鐵建 以及中鐵 其實在圖表上 已經開始大圍上升 在低位那裡 已經開始上力 當然要關注特朗普 現在最新的言論 因為他說全美國都要收橋 保路 起高鐵 其實美國的高鐵技術 就比較落後一點 中國就在不同的地區 例如歐亞地區等等 都有一些中標的情況 不排除到時都會舔到這樣的訂單 所以大家這個時間既然市上 而這一部分的股份仍然落後 就應該買鐵路基建股 我自己中情1800 就是中交建 另外就是中鐵建和中鐵 都是好東西 不過中車 大家不要買中車 是的 1766 在今天破一個月的位置 但不是我心碎 中車就比較波動 還有很多朋友 都有很多蟹貨 中車 段段上 段段有蟹 我不建議買一隻中車 另外有些人問 那買三八九八又行不行 中車時代電器 以前是一隻好東西 不過自從 它在去年八月一個大裂口 三支陰燭下來 由大約是四十八元下來之後 其實就有少少怕了 所以我建議大家買一百零零 現在是九個四的水平 給點耐性 回來的時間 應該會有一個收成在 一百零零 今天 原來增券倉的專欄 都有約略提過一百零零 很多你看到 比如中鐵建 中鐵建 都去到一個月高位 但是 一百零零 真的非常之大落後 純粹是未被人看到 但我都見到 開始有基金儲貨 所以 建議大家買一隻中交建 看看上網位是多少 因為現在是九個四的水平 中交建 既然破了小箱頂 我們會再看 九個八毫半 是在去年八月中 做出來的高位 如果再看遠一點 就要看10個1、10個2的水平 所以絕對有水位 先看九個八毫半的位 今天小炒王的推介 在中交建 九個四 跌在百分之零點七 在做九個四 最高曾經是九個四毫七的位置 剛才我問了人 如果一五二零 剛才不是今早停牌 問問通告達人 是否看到端藝 他就告訴我 似是批股賣殼的 純粹告訴大家 看看到時是否 通告達人解讀 看看是否正確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是有小炒瘡的 好 好